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身自然都能过去 只需要调整角度即可 三 将头伸出窗外观看汽车行驶情况 由于驾驶员身在车内 可能对汽车的边距把握或多或少的会有些误差 但是在窄路汇车时 这种误差就会导致爽黄车辆发生刮蹭 想要避免这种误差 就可以把头伸出窗外去观看 不过要切记一定要踩住刹车再观察 别边跑边看 四 一点点缓缓前行 老司机和新手司机最大的区别就是稳 当你还没有老司机那种人车合一的境界和行人流水的操作时 最好一点点的耸着走 边走边配合前面几招 看前不对立刻调整 可别为了帅一脚油门过去 让对方猝不及防 窄路汇车是两个人的事 在汇车时就要考验两个司机的技术了 但凡一方把握不好 那就容易造成两车出现刮蹭 但是学会上面四点 基本就不会再怕窄路不会汇车了